国内青少年吸毒问题日益严重 全国阻止滥用毒品协会数据显示 2017年开年三个月以来 就有825名中学生被发现吸毒 内政部副部长拿督诺加兹兰指出 当局三个月以来针对全国三万名中学生进行的尿检 发现击打的情况最为严重 当地159所学校2762名学生当中 就有218人吸毒 内政部将会严加执法 逮捕更多毒虫到戒毒所 解决学生滥用毒品的问题